那我这两天呢老喝茶 很多的话我也老问我 老花一茶叶水可以浇花吗 那我面前呢是一个浓油煤 茶叶水可以浇花吗 这就到进去了 答案是可以的 你偶尔来一次两次没事 但是时间长了呢 大家也都经常喝茶的话 我都知道它会有一些茶碱 你像比方说咱们一用的茶壶里面 它很多茶碱 茶碱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会附着在根系的一个表面 你时间很久了以后 对植物来说并不好 如果说大家这个茶叶水 你真的舍不得丢 有很多的一个办法 就你可以把茶叶晾干 晾干以后做枕头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想用 要等它自然发酵 有什么叫自然发酵 就是你找个水桶 一块放到里面 让它自然长毛 然后把一些厨余垃圾放到里面 等到不冒泡了 没有味了 一般发酵半年左右 你再浇是可以的 直接浇是不行的 臭包 还有的话说用牛奶啊 这那那的 您要等它自然发酵和降盐 有的话说酸奶不就是被发酵过了吗 我怎么不能 您要了解 你打个比方说 那个馒头长毛了 你能吃吗 那个馒头长毛了 是不是变质了 你不能吃了 但是呢 用馒头 用馒头之类的做成的黄酱 那你就可以吃 因为它不同的菌 好吧 所以说呢 大家也一定要理解 有的话 我这个发酵的 发酵最好是让它自然发酵 贴近于植物本身生长的 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把植物原本的一些土 取出来一部分 放到给您发酵的那个东西 里面一起去发酵 这样的话 效果会更好 会更接近于这个植物的生长 明白了吗 所以你要了解 你跟喝酒的也是一个道理 谁要直接吃高粱 在肚子里面酿酒的呀 都是酿好了再喝 好吧 茶叶水呢 不是不行 偶尔一次两次可以 时间长了 并不行 好吧 最好是发酵之后再用 吃了花衣 养花症 咯 Canyon 体积 清水 激 清水 清水 恩